誰老誰嫩呢 歡迎大家玩 好可愛 好可愛 可愛… 歡迎… 歡迎… 歡迎第二隊 老辣嫩啦 Wii 都是老婆分清楚 你 Oh yeah Oh yeah 青春有活力 青春有活力 MAKE YOUR DREAMS COME TO ME 他開始了 還有是不是 來… 來… 歡迎舞林 這算是老歌了… 一定是老拉挑的 來喔 好復古 跳這個舞應該 去祖宫前面跳了 祖宫 祖宫跳啊 Yay 哇 好漂亮 好可愛 明明都這麼青春可愛 怎麼會我們那邊 牌子誰做的 為什麼要這樣 你這樣一分 剛剛跳舞的時候又配這個歌 我都聞到老人味了 為什麼啦 這歌還好吧 來啦 來看你老人味 講話笑一笑而已 都開玩笑的 我們當然老啊 你在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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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開啦你 跟你什麼關係 今天來到方藝啦 燙死你 為什麼 你要當方藝 對啊 坐在隔壁就是新來的 日本可愛啦啦隊女神卡浩 卡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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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妳好 嗨 大家好 我是高橋家房卡浩 嗨 高橋中文 太有才華… 好棒 好棒喔 小聲一點 耳朵要聾了 對不起… 可以取了… 我是日本人 我的愛好是吃美食 我很喜歡珍珠奶茶 我不喜歡臭豆腐 不要吃臭豆腐啦 臭豆腐結束 妳又不要吃 慢慢來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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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 一股 憲哥… 你要快樂多角 怎樣 我要不是 開心嘛 開心 一哭什麼 就是 就節目到了 節目到了高潮的階段 她已經哭了啦 要快要去 她想哭啦 她想哭啦 妳冷靜… 不是啦 我覺得新亞也不會輸啦 因為你看她自己的那個戲劇 她是語言天才啊 韓語也會講 都是女王 越南話也會講 越南話還是什麼 你要去講 來表現一下 我愛你妳有沒有表現 對啊 表現一下 日語妳有辦法講得比她韓語也可以 她有感情嗎 歐巴 誰啊 蛤 欸 欸 欸 沒反應 我們以為還有 我什麼都沒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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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也滿女友對不對 很兇的也滿女友 跆拳道黑道了 那艾神的劍這樣子 沒有 沒有 人家來者是客 我們難免都是 欸 等她來了十幾次之後 我們跟她看到她也就是 像她平常兄弟一樣 那人家第一次來 我們總是要給人家 高橋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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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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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第一次來 對啊 這什麼 我壓力好大 好啊 地東你 地東你 你注意一點 而且 現在 而且現在高橋的世界裡 會以為安心亞跟你是什麼關係 對 對 好 今天他們要來PK一下 是 一定 今天我們要目的就是什麼 就是要 好好玩 把真正的實情講出來 表面上可能看起來 客客氣氣的 對啊 和平和平的 其實我們是讓他們抒發 是不是 一定要 好 OK 來 問一下 你們覺得這幾位 對面的學姐區這幾位 誰比較可怕 學姐區 我覺得他們都是很好的一些 拉拉 你看一下紅色的字 來這一套 你是這樣講的嗎 來這一套 剛剛不是這樣講的 好快 好好講 你今天不能只有我一個人可以打 大哥 你在演學姐區 快一點 我說如果說學姐區的話 應該這樣講 不要說特定是誰 在拉拉隊這個行當裡面 能混到學姐 她的城補不會太少 這個就對了 因為如果說你沒什麼城補 基本上你一年之後 你就會離開這個生態 被淘汰 你不可能在裡面生存的 為什麼 因為你會被抬擠啊 那都是弱肉強食啊 至少如果沒有最兇 那講的可能比較溫柔的學姐 看起來 大樓 你怎麼樣 你要幹嘛 你應該都有在follow了 有 我在follow 但我覺得裡面最溫柔的 我覺得肯定就是Yuri 對 因為我之前有 有幾次有碰過她 但我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 我就是覺得 因為像這種漂亮啊 然後身材條件又好的女生 通常都會有 給人家一種距離感 又會覺得下一次 會覺得她很難相處 但跟她相處要不要 跟她聊了幾次之後 我發現她其實蠻好聊的 而且她又很不吝嗇 會去稱讚別人 我就覺得這種人美 心也美的就是Yuri 哇 學姐啊 對 但其他學姐最多恰伯 為什麼不知道 這真的是公道話 公道話 自己講 大頭公道婆 自己比讚 我是公道婆 不是 因為我們就是很佛系 我們就是都很順其自然 要怎樣都好 學妹想怎樣就怎樣 但是呢 以前我在當學妹的時候 我們都會有那個C位之爭 就是排隊型的時候 大家就會搶位子 要搶那個好位子C位 我當學妹的時候我就很認分 就是學姐都先選位子 我就選那個最後一個 沒有人要的位子 我就這樣子 我就這樣子活了七年 所以我現在就好好的 欸 我跟妳講 不過老妹是這樣子 就是她真的年紀到 我們講老啦 老啦 不要講老妹 我現在不是 我現在不是講啦啦隊而已 老妹怎麼了 我 對啊 資深 資深 資深也不行 資深也不行 那我講啊 前輩 前輩可以吧 前輩還好啊 好 可以 可以 前輩有些是這樣 前輩年資到了一定程度的時候 就可以開罵 用罵的 就好像要博愛座一樣 我就是要坐這裡 打起來 坐這裡 打起來 真的 不然就是拍影片上傳嘛 好 OK 妳要說什麼 沒有我想問學妹都還沒講話 來 前輩 學妹還不敢講 你不要讓學妹講 讓學妹發個言吧 學妹 學妹 你不要講實話 講實話 被欺負 學姐到底是溫柔還是可怕 或是有個人有 本人有比較害怕的學姐啊 少顏你拿起來 最不怕失言的少顏 我最害怕的學姐就在現場 誰在那裡 誰在那裡 那個那個殺氣很重的 小安學姐 真的太難了 來…妳說… 因為我是全隊 就是最新加入的 然後小安她對舞蹈的要求很高 然後我在練舞的時候 我就會感受到 一直有一個余光在盯著我 就是小安學姐在看 然後我只要一跳錯 她就會說 暫停…有人跳錯 針對妳 要重來這樣子 應該的吧 對不對 對 對 本來就是要這樣 是在心中學姐的認同學姐 真的 學姐嗎 對 對 前輩的事情 還有一次是 我們在彩排那個開場舞 是 她就新 她新跳錯應該還好吧 沒有 跳錯就是要重來 可是她是新來的 對啊 要給妳機會吧 剛好她的位子在我的正後面 小安妳以後可能會叫 對 拜託… 妳很幽默 然後我就很緊張 我就瘋狂跳錯 因為她一直 老師就跟她講說 妳等一下的動作是左右左 很簡單嘛 左腳 右腳 左腳 我跟你講她重複跳錯四次 右左 超扯 她第一次沒有發現 她就一直右左右 我說妳跳錯了是左右左 而且她的動作其實滿簡單 對不對 你看 你看 她自己承認 而且我真的覺得 小安她是真的笨 她真的很笨 她在補一下 對 她真的笨 因為我們上次 就是一起去吃早餐的時候 我就遇到小安 我們兩個就一起吃 吃完之後呢 她就坐在那邊 她也就是沒有花手機什麼 她就坐在那邊等 我說小安妳不用等我 妳吃完可以先上去 因為我以為她很貼心在等我 她說不是 我的房卡掉了 我說蛤 妳房卡掉了 那妳去跟櫃檯寧 妳剛剛是在演哪一個笨蛋 沒有 就是她 就是她嗎 她會這樣子講話 她真的這樣 她真的這樣 光剛剛那個開場舞 然後我們就說 等一下就是從這邊開始跳 哇 她就沒有辦法 她就說所以我等一下是走出去 要走幾步 誰知道妳從那邊走過去要幾步 小安剛剛有這樣問 對吧 那問題好多 妳很謹慎 但是聊完之後 感覺起來學姐們贏了辯論對不對 但是會不會反而輸了人氣 大家反而覺得小安好可愛 對 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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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才說人生太難了 人生太難 沒有 那是臭直男 我後來去櫃檯 是不是 對 人家就很單純啊 臭直男 好 沒關係 因為只有一位那個吧 法爺吧 我們繼續讓他們家學妹 對 有沒有 卡洛琳 好 大家 喂 好可愛 超可愛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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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以為我會發羞嗎 發瘋 小姐都會出事 小姐都會出事 這個少言 這個發言 她都問 妳們要去 她有怎樣嗎 她不會用麥克風吧 不用麥克風很可愛 沒有啦 她眼睛會亮 妳沒有上過節目 我會用麥克風 我要說 大家不要看那個 齒妹平常這樣可可愛 射到齒內 妳聰明 因為妳安排這個對角線可以嗎 對 對…因為很遠 所以我才敢講她 她手會進去 她手會這樣 來… 不要看她平常這樣可可愛 講話好像很無害 大家其實平常在練舞的時候 她是一個很嚴肅的人 就是可能老師已經說完 動作的重點 然後還有人跳錯 然後她就會很兇的說 剛剛老師不是講過了 因為我在聽嗎 那聲音會不兇鼎 不是師妹了 師妹 師哥 師哥 不是師妹 是師妹 師哥 沒有吧 可能是我剛起床吧 請寶貝 對啊 瞬間磁性激素完全不見了 對啊 就會變這麼低八度的 因為那是我們 對上 沒錯 真的 冷靜 還要叫妳離隊的感覺 冷冷的跟妳的樣子 等一下 我沒有被 我沒有被師妹這樣兇過 她對我很好 就是我們 她是對別人 她還沒有針對妳 妳卻針對她就對了 對啊 我只是嚇到 要搞事 妳在旁邊嚇到 對 我在旁邊躲在角落這樣 可是我可以理解 如果學妹們都不認真跳 講過還要再講第二遍 妳那個口氣一定會不舒服 我覺得我嚇到她的原因 應該是因為我平常不管是 但是 但是就是在跳舞這方面 我會覺得大家應該要做好 因為畢竟妳們都是要讓大家看到 妳們在台上跳舞要漂漂亮亮 但是我都 我們對上其實有一個女生有把 就學姐有把學妹搞哭過 搞哭過 對啊 對啊 我都沒有 但她有 我覺得她比我還厲害 誰 這邊 這個很揪出來 來 酸酸又甜甜的檸檬 檸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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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把誰搞哭了 不是 這個要講 就是呢 學妹剛進來的時候 她們都跟我們不熟 那時候就想說跟大家拉近距離 我就說 那學妹們你們覺得哪一個學姐 比較漂亮 她們就講… 哪一個 什麼 妳不是說我還做人嗎 逼人家 逼人家 沒有… 我不是很壞 我講妳怎麼辦 還是有人叫妳說 我覺得是檸檬阿姨 那我就會想她一巴掌 等一下… 沒有… 就是我要拉近距離 我覺得她可以當富邦的三笨柱 因為她真的講話太直接了 會覺得這種方式可以拉近 結果把我們家的奶昔嚇哭 對 因為那時候 就是原本是天堂的問題 後來開始第一問題 就說 你們 那學妹們你們自己覺得 你們這一屆的學妹 好 這是什麼謙言遊戲嗎 這怎麼會出天啊 所以我沒有要兇她們 我是想 就是用錯方式了 但那時候我就這樣問 結果有一個學妹反問我 她說 那妳覺得咧 那妳覺得呢 她問我 她說 那妳覺得呢 對 我問我 我就說 我就一個一個排除 我覺得卡洛林很有特色 大頭很會跳舞 那 那奶昔好了 奶昔妳可能 妳憑什麼進來 我就這樣講 對 妳憑什麼進來 對 然後她就 我就說 但是不能走心喔 不能走心喔 我們就是 就是沿逃 她要憑走心 奶昔大家會哭了 對啊 不能走心 妳直接要叫她走人了 她叫她不能走心喔 然後奶昔就這樣 走多遠 走多遠 好 我不會走心 然後就 已經含累了 突然沒有看出來 然後奶昔後來 默默的走進我們 休息的一個小房間 然後就大哭 大哭 她哭到不行 好大累 她就大哭了 對 但是 但是我一定要講 我那一天事後 就覺得事態不對了 我覺得我出包了 有啦 然後我就是 那一天下班之後 我就傳一大篇的論文給她 我就跟她說抱歉 仔細檢討說 妳真的不適合 對 檢討她 誰叫妳哭給誰 叫她說妳為什麼要哭 沒有必要哭 我講的是真的 我會這樣講的原因是因為 當初妳在甄選的影片 比較不起眼 所以我才會 等一下 等一下 她說她有問題 好煩喔 奶昔 奶昔 等一下 檸檬真的是一個還不錯的學姐 但是 我也不要再說話了 我拜託 實面在救她 反正我有跟她說對不起 但我有跟她道歉 不要再說太多了 沒事的 終於知道為什麼妳叫檸檬咧 我真的有跟她道歉 我們現在是很好的朋友 我們還一起出國一起玩 對 他們現在很好 可是我想要補充一個就是 因為其實剛剛那句話 真的會很難過 就是 因為我之前有被一個前輩 就是開玩笑這樣說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我真的不適合嗎 我就開始在自我懷疑跟自我反省 後面 有 後面我就哭了 誰啊 誰啊 誰 忘了 不是 就是之前很久的一個前輩 漂亮 很久的 我已經講出來 好不好 沒有很紅可以講 是英文嗎 誰啊 誰 對 英文 英文 K 不是 就之前有個活動 也是啦啦隊的活動這樣 然後他就是有這樣稍微看了一下 有些時候他們可能開 是要開妳玩笑好不好 對 他就說你不適合待在啦啦隊 你是可能有個別的說法吧 他可能有個別的說法吧 他可能話沒講 你要聽他講完 對 我們要多一點點